在纪录片看见台湾中以轻量的同音打动人心的台湾原生同生合唱团 即将发行第三张专辑 收录成团以来他们唱的十多种语言的歌曲 而且每首歌背后都有故事 像是凤飞飞唱的台语歌心肝宝贝 是团长马彼得的妈妈生前最爱的歌 合唱团即将前往欧洲巡回 他们要跟世界知名的维也纳少年合唱团互相交流 四十几位原生小天使纯真清亮的歌声 就像把人从狭小的空间带到开阔的大自然中 他们是台湾原生同生合唱团 他们曾经在纪录片看见台湾的片尾 登上玉山高歌感动无数人 团员们都来自玉山山脚 南投信义乡11个原住民部落 在团长马彼得的带领下 最近将发行第三章录音式专辑 我想大家知道一首专辑的制作 大概十首歌也要花上五个页这样 不断地磨不断地改不断地修 我们只花了四天 最主要我们的时间是非常有限 学体育出身至今还是看不太懂 无限谱的马彼得 加上只能利用周末练唱的这群布农孩子 原生同生合唱团 曾拿下2009年传逸金曲评审团奖 更一路从高雄市运上海市博 秀要唱到世界各地 我每次唱首歌 我是很尊重 现场播放的录音花续影片中 一首凤飞飞的台语歌曲《心肝宝贝》 是马彼得对母亲的思念 专辑中收录的每一首歌曲背后 都有一个动人故事 合唱团全体师生透过票选 在这几年海内外不同场合的表演中 选出最受欢迎的歌曲 每一首都是这群爱唱歌的学生 成长的足迹 在人生学到很多首歌 我最喜欢的歌是《吉巴巴尼玛》 唱这首歌会让我觉得很开心 本来不想唱歌 就会变得很想唱歌 也会很想动一动 大家听到了这首歌 也会变得很开心 所以我很喜欢这首歌 所以我很喜欢这首歌